索奎总统一行人于10月17日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 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编辑的接待 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事欢迎仪式上 索奎总统一行包括外交部长雷特诺 国有企业部长兼海事与投资统筹临时部长埃里克 商业部长泽尔基弗利 内阁秘书布拉·莫诺和印尼驻中国大使周浩里等 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包括外交部长王毅及其他官员的欢迎 印重两国国歌接着在现场奏响 随后主席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检阅了仪仗队 仪式结束后双边进行会谈 两国援手见证了部长们签署10项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 另外昨晚在中国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 所谓总统也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国经 两国援手当时也进行了交友并进行合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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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